队伍现在其实都在开发这个 包括LCK里面就是 就现在属于一个战术摩拳上升的一个阶段 AD确实有点工具的 而且IC可以出个正宫 有一手自保 但就是很明显的劣势就是 打中期的团战伤害会很低 对 然后这两个英雄垂时加上 这个IC的话 正面团战感觉没有对面这两个功能性强 伤害没对面这样的高 容缩率也没有对面 这个卡丽莎加上太弹高 确实到中后期的IC容缩率很低 这一键射空的时候 就是打团 那个WG是刮沙 老的 那就看两边第一把 显得打得更好点了 好感谢现场粉丝们的加油助威啊 是吧 我上台这个眼是放在了上路线槽里 是 悲伤帮忙放的 这是有什么说法 他破坏往一击卡扫从A 对阿卡丽嘛 因为一起打卡丽很弱 是想起来那把那个打UP的那把 也是呼吸哥的这个阿卡丽 然后面对那个NOC 那把是真的对线直接减压了 反正就是有两把两把那种对局嘛 但是这一波 我集体进来 当在里面插个眼 但你也没时间回去换扫苗了 你这样这个眼看不了 而且打W下路没有翻开 然后就是IC 前面下路 还是有限权的 我觉得W还要利用好IC6级那一波 前面下路拿到限权 配合东上 其实还蛮强 是的 这一把Karma没有带进化 感觉可能容错率会比较低一点 一般情况下 卡丽莎都会打IC6级带个进化 然后辅助的话也就不用 辅助的话有个卡丽莎大招嘛 就不会死 AD也不会怕被大招 这样直接防开 这一级血W 呼吸哥 他这样可以直接称到经验 他怕被卡线 而且朝里放了个眼 很有很有想法 说实话 这个这个W 保持血量嘛 然后自己的经验也能吸到 因为你学Q的话 换血真的是存亏 是 阿卡丽还是要等到一个6级 那段时间还才能跟对面碰一碰 这边过来F6插个眼 也是看到了赵庆的路线了 其实 西野前两 前两波推得很快 背上这一波 回家这个扫导 刚好可以把这个眼 看一个W 怎么打出了征服者 说实话 这个阿卡丽线上是真的还蛮弱的 前期只能抗压 实际上是福耶哥比较赖 那个Q真的比较长 嗯 福耶哥打像这种 格温这种英雄都可以 都可以支持 就还挺 就蛮多人可能都还低估了 福耶哥的这个对线能力的 他就慢慢吃你血 这一种 他就慢慢打的打消耗 对打消耗比格温强多了 如果打一波的话 是打不合的 这无人机照到了Shadow的位置 啊 但Shadow本身也就是六赌眼 刷完回这个看核线的这么一个 所以其实有所谓 对 其实因为 只是确认一下方位嘛 因为一开始 W也在F6换了个眼 其实路线两边打野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 两边都性质不明 对 照性前面刷F6的时候也被看到了 这两边感觉前面不会出太大的一个 争执啊 你只要对线不换到血的话 脚越也没机会越他 哦 脚越这波占卜8朵打完了 啊 然后眼时间差一个 是 上路呼吸不把W交掉的话 是不会被越的 很难越 对 但是呼吸哥的一个刀 很难受 压力确实大呀 对线不好打 说 哎 这波有机会吗 在那个线 没有蓝了 这波是空蓝状态 应该有W 对 而且这波其实有小兵挡着的 那其实有点卡到照性的刷野时间了 你看脚越已经去刷第二组野了 是 但悲伤中路侧波经验吧 也不亏 节奏上小亏一点 是 哎 家伟是直接TP出来了 这波 两个都完键 要打对线优势啊 哎 W打到 可是没有后续啊 他还有意在手上的呼吸哥这边 我觉得家伟这波回家跟TP 是不是有点拼啊 拿线权 他想要固定优势 是的 而且他这样多了一个阵眼 然后把阿卡丽打回家 其实也不亏 线权还找完在这手里 因为他补刀比阿卡丽多 他这样逼阿卡丽回家 阿卡丽回家 卖不了什么东西的 哦 那这样 Shadow下路这边露头 但是线上有一个 有一个线眼 这样Shadow浪费点时间 就跟赵新互换了 那脚越刷野还是快一些 而且这个眼确实做得还蛮好的 两边都互相侦测到打野 那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应该 飞上前面吸了一点 现场的经验 已经是提前到五了 但上中两条路是真的不好抓 这把最 最好的还是抓下 然后帮助阿卡起来 6级之后看他们几节奏 对 下路得等6级吧 6级 Grama没有带进化去 确实是个问题哦 是 他这种不带进化 感觉会 可能会给W带来一些机会的 只能马克主动去挡这一箭了 是的 马克挡了 AD还能交个大招 保护一下 对 这边对线打的还蛮主动的 13的梦魇 还是强 下半分就退不动了 你刚刚已经吐槽了很久了 关于14的梦魇的问题了 14的梦魇对线是真不行 现在这个局面感觉要到两边 上中也都到6级之后才会有动作 这边又是个无人机照到下的 哦呦 上部直接交大了这波 但是呼吸歌的大汗还捏在手里 这不应该像反向交一个 交一个 打到周围 哦呦 闪现 平A接W 但是刚好对二段拉掉 家伟这波好着急啊 嗯 这波其实打退血量我觉得已经够了 是这个闪现感觉没有什么必要 对 但还是转啊 已经把你打回家了 你会少吃点 啊 这波闪现跟一下平A进锢道 但后面的话有一个造型解围 这个踢踢下来 感觉西叶捞不到什么东西啊 而且西叶是开大批批的 对 这波经典关灯机 但是没捞着东西 推了一个大 但小龙感觉是可以稍微控一下 因为二颗没有补装备的 还是大多就回过家了 这波不想 三克斯批吧 看直接下来看有没有机会杀一个 下都这么稳吗 这条龙感觉是可以随便拿着 是可以随便拿 现在都知道下路回家了 这不得拿呀 不拿的话等会影响八分钟 那个蜆蜂女的这种 其实这样拿完这条龙 老干爹下路也变安全一点了 他们可以不推陷的 下路没有资源了 就等着去打这个蜆蜂 就等蜆蜂团了 现在家伟是顶现了不少刀 应该也稍微挺先了 反正40的经验 应该也是有了 34的经验 主要他觉得是把背伤 应该不会去动他 所以他这个闪现 就看会不会伏笔吧 就是打先锋团的时候 对 就不知道他这个 他这个闪现 毕竟还是你看他导致到 他现在没闪 然后抓不到赵新位置 所以还不感觉像刚刚那样压了 但佛耶哥这个眼位做的蛮好了 赵新只能从中路过来嘛 现在还是有点怕 蛮稳的知道 对面打野在上路 那这段时间其实给 普希哥追了蛮多刀回来的 打野在下做的事情 看郑明学聪明了 之前上的时候 就要玩隔温 上来就零钢尺 这把这家打野 不在上路就放线 塔下吃 背上过来开扫描 人扫到这个河道眼 这个眼刚放没多久啊 这个眼还是家伟长途跋涉 跑过来放的眼 对 W拳的太先锋了 下路推完线可以先来 而且梦魇线没有大的 老干爹要过来真的话 我说实话 这波 这波3v3 如果说是个3v3的局面的话 可能我更看好W一点啊 其实我觉得老干爹 小月子开了两个 哎 有一剑有一剑 这个爱希的剑过来了 能命中吗 没有命中 而且下手这个位置还可以藏着 两边的辅助也都一前一后快到了 AD的话爱希跑得快点 应该在等马克 哎 这波动作很大 哎呦 闪现上来 这波还是要打带上枪 而且会被红枣风先拿下来 而且这边上来一拿的 Shadow是直接倒地了 后期的话看一下 家伟直接交一个 阿希的走的没有闪现 不比了呀兄弟 这波老干爹送出两个人头 而且还没拿到先锋 这边是有点急了 Shadow因为要等泰坦来 但是因为泰坦来太晚了 主要他看一看 非常扯完 这个先锋 还有一百血没死 过去想要抢 没抢到 哎呀 人还死了 你再进去被秒了 W这个真的高级掉一血 就是剩了一百血 就掉你进来 本来我觉得老干爹就不到走了 是的 老干爹本来只是想 我来过来看一看 没机会我就算了 而且这波就要抢到先锋 真不一定能吃到这个先锋呀 嗯 是 这还蛮拼的吧 老干爹这个 因为西野前面没有大 所以导致老干爹这波很犹豫 真的很犹豫 是 然后下落的话也是随着先来 刚看一下 这波偷的脚越大 哎呀 直接闪现 加上加伟同时动手 但是这个加伟动手 打也只打了呼吸哥这个半管血 其实有点二打四 因为西野没有大 他只能在旁边看 而且泰坦还有几秒钟才能赶过来的 是 这波打完 对于老干爹来说 其实有点炸 反正上路是有点炸 这波补到优势是全美了 这局加伟这选手 我对他的刀命印象还蛮深刻的 那也得等下版本 下版本 下版本就真的玩了 那老干爹剩下的比赛也不多了 你这个有点扎心 你这个有点扎心 平队 就能进季外赛之前的比赛了 可以 四场吧 就怕等到版本结果分不够还进去 真的有点喘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上 可能下波攻速对于老干爹来说 得等下到小龙看能不能做过机会 是的 感觉正面老干爹 5v5的话 机会其实还是蛮大的 等下路的一波参传吧 下路 我觉得现在 W反而有主动了 脚跃没有闪现 然后鬼马没有进化 其实如果见准的话 射到这两个人 开起来还是很久 有机会直接开到啥的 对 结果怎么说 后面这个风展电刺 是没能预拍到位置 但后续的话 老干爹的野斧立刻就赶到 这不还要追吗 西野是有大的 所以可能会飞 像个四季外边是有闪在身上 所以西野很犹豫 算了 两边各自拉开 其实还是得等一波龙团 龙团还是打币有主动权一点 我呜 这些怪 但是你站在眼上 所以我感觉老干爹这个阵容 我想 后面帮我打团什么的 真的得看上野 就是脚跃拉个好大 然后 伯爷哥收起来 对 其实是配合吧 就是孟宴加脚跃这个配合 啊 随时你们一起进场 给伯爷哥创造一个 收割环境 收割 但W的话 我感觉就是 要被越了 想来上路给压力 但是西野有大招的 Shadow也在 西野也就在隔墙边 这波想打 随时可能在打起来 然后就要看Shadow的先手 但是这个 Q进来没中 一个夜拉 被盾挡掉 后续的话 就直接开单 闪现过来 W定住了 这边香格斯 香格斯 有会不会死呢 交了闪现 在最后被一个Q进的 托半王剑给戳死 这波 每次也有点冒进了 嗯 这波 对面脚跃的一个位置 直接溢上去 有点冒进了 然后闪现也用完了 刚好这波 西野有大 是的 而且最好还交了个闪现 其实我感觉他第一时间 香格斯 如果第一时间往后交闪的话 他其实也有机会走 嗯 但可能那一时候 还是想说兄弟们能不能反打一下 第一时间 主要孟爷爷开大了 他飞他了 就是飞完之后他 直接交闪 对 直接交闪 就挣脱链子 这样的话 可能家伟那个闪现 W也中不了 对 他车边的恐惧是走不了的 只能说看到老前辈没忍住 上去打个招呼 确实 跟西野打个招呼 上到这边 直接放先锋 呼吸哥还挺肥的 你别说 是 这把打算一样 加呼吸哥 下午小农的话 就直接让给老干爹了 哎 你别说这把 这把比赛 如果这个阿卡丽起来了 左边还真管不了 他有点 阿卡丽挺难管的 反正两边都是一起充满 就是互图AD 对 反正就是看谁后排先坚持得久 哎呦 呼吸哥现在4800的经济 应该是全场最高啊 对 一开始经济最烈 只要打了多先锋团嘛 101 然后现在又吃一个鱼塔 哇 爽 5200了 这经济 把佛里斯养得挺肥的 但是现在老干爹的小龙 现在有两条 是的 看下一波 扬起来的夫妻跟他们团战力稍微 C一下 感觉看第二条先锋吧 这第二条先锋 阿卡丽再拿之后 再给阿卡丽 阿卡丽就更肥了 阿卡丽 回去制造这一舞了 哎这波主要是他不应该他一拉空了 他不应该往前再走两步的 他往前再走那两步这一下子 因为这个距离梦魇肯定反应的过来的 嗯 主要不知道对面 家伟跟脚位的一个具体位置 直接是被家伟闪现W 给定住了 是 啊但是你看这上路经济差 呼吸哥领先的1200 他这波已经有这个 峡谷制造者再加法穿鞋 好家伙这个 这个战斗力很猛 这个分钟速他最猛 他随便秒 感觉左边任何一个人吃他一套都要死啊 拉满 感觉的话上路跟AD 神话装还没有做出来 这一波感觉 W的战斗力会更强 相方团 而且赵兴也是 赵兴也是这个 可学战斗再加个不假鞋 也很猛这段时间 主要还有个爱惜 这边 除了孟丽跟泰坦 家伟这位直接交啊 交啊就这边 阿基能反手一个勾 勾到了 这边风展天才命中 反手一剑 完了 家伟这边被控的 几乎动都动不了 到后面的话看一下 NOC飞的是 这边的ELK 打出了一个不久对攻的盾 马克闪现过来 给上一团头 这边凿住 终于是把ELK给杀了 可是这两手机怎么走呢 呼吸哥来了呀 损舞挂上 直接二段损舞提死 马克也走不了 刚刚交付闪的 被偷了一个深海 这个深水炸弹 炸起来了之后 这波WE 还是转啊 感觉 马干爹这波想打一个包围的 一开始 因为刚好西叶是在小龙口 大龙口抓到了艾西 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呼吸啊 这波 然后一开始 在打魔爪的家伟 直接被留住了 家伟是直接被秒了 这阿卡丽也有点难管 是阿卡丽现在打传 应该是现在WE这里最猛的 家伟最高的 对阿卡丽又吃俩头 这202 搞不定 搞不定 主要这波感觉 家伟的位置 首先就被直接捅破了 这波怎么说 没有骚张 没有动作 这感觉损了 这波 奥克本来开开心 一回线上收线 突然 钻出来了一个shadow 艾西真英雄 就很容易这样 是 没办法 这确实 遇到梦魇 刚才那波 真没办法 他把闪现交流都拉不走 现在的挺进 直接减住了 来 比如说 R躲掉E 但没有闪现 这钩还蛮准的 又吃了最远雷剑 然后这边 马克就闪现过来 又打下了 马克这波没闪 又要死 感觉老干爹 有点在 W的强势期 一直找这边打架 没必要 有点运火被单杀了 这波崩大了 这两波打下来 这个W上队员优势点大 那下路感觉就看不到了 是 下路就不关键了 所以这把奥克就跟他们加油 是的 把他拿出 拿出艾西的时候 其实说实话 已经 已经预料到了 奥克这一把 应该日子会挺难过 但是确实自家上队员 真的好肥 对艾克以前玩艾西的时候 我对他有一枪 也是艾西这个剑很准的 嗯 确实是 那个版本就是 静加艾西 艾西 艾西 对吧 F10的时候 把这这样 连撞两头 经济插算是在3000左右 但是 说实话这个局面上 已经 W的占据了很 很大的一个主导权 这种阵容领先3000 就是突脸一波就死了 主要这种对错的阵容 真的谁 只要 优势 那么一波 就后面可以一直打算优势 只要人数相等 哦 这波打起来 就单纯是 马克过来做个视野 哇 闪现一勾 哇 这一勾 好极限 极限的 这波也就是三打三 就真的打不过 就三个人都在下路 但是看到打力的人 就只能跑 就你看这波 就是悲伤的一个 W技能为起始 然后最后也是 W技能收尾 就现在这个造型就是 真的就是随便 枪出如龙 看谁捅谁 小悦这个英雄 这版本确实是这样 虽然打团很强 但 一对一能力好差 一对一打造型巨魔 就完全打不了 都打不了 看着就跑 而且劣势 OP选手给到呼吸哥 对位领先1700 老干爹现在 AD还没有进化 W技能 艾尔克可以随便卡 真的随便卡 就射到双C 或者射到打野 都是能直接开起来的 那龙真的也争不了啊 现在视野做不出去 对 老干爹拿了两条龙之后 感觉后面的龙 都有点难拿 马克现在贼 贼危险 他现在有一个表 看这个表 能不能帮他拖一拖 现在他没有卡 提斯塔的大 他这里都站不了 是 这个龙只能放掉 老干爹有点想争吗 人已经在下路集合了 漫花装 能均一剑 想要来试一下 都有大招 别吧 老干爹我觉得还是稳一手 要不拖一拖家伟的发育 虽然有视野 但也就是看一下 觉得打不了 你手 说实话 老干爹这个阵容 它的这个容错率 仔细一看 也有点低啊 其实两边阵容 都相似吧 差不多 确实感觉两边的阵容 都不是那种 特别能接受 烈士的阵容 这种烈士三四千 就已经没一半了 选武标到了 但这波没交耳 这波还有交耳吗 反手看一下 这波陈劲是 保下自己的红buff 或W没命中 我觉得老干爹这波角色 有点问题 因为视野是看到 W这边过来争这个龙嘛 如果让西叶去上路带 或者交为去上路 其实可以带掉 这个上路一塔的 他们角色很犹豫 对 我在考虑这波想打 但是又觉得不能打 对 犹豫 这犹豫的事情 就是上路你线也推不了 塔也拿不了 资源也换不了 对 犹豫这一分钟 就浪费上路 一条单线的发育吧 是的 这运营的超过 其实你从第一波先锋 你就看得出来 老干爹就是 已经抱着 我只想试一试的心态去了 你懂吧 就是那种 我看一看 尝试一下 会有点侥幸心理在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 就属于赔了夫人又折兵 有一句话败呗 就几波小团都是 打亏了 然后一开始可能指挥说 小龙可以看一下 可以试 然后人急 结果来之后 发现视野争不了 人又会不去 这皇冠一开 他还脾气好大 米西 老后面有个造型格格 一个灯笼拉过来 谁都能杀 新新格格现在有点猛 而且现在阿卡丽 上还有快表 其实说起指挥这个事 现在老干爹队内 谁是谁是谁是指挥 嗯 感觉还是 野辅 打野是会野辅 其实老干爹 没有说特别话都固定的一个人 但是都会说一点 没有说一个人就定的决策很多 那可能有说兄弟们都还是挺有学习的 那种 现在老干爹打的话 其实装备上没有差太多 等会那个造型有学手的话 可能就打不了那波团 现在老干爹得找机会开一波W对不对 其实说实话老干爹 我现在想他们要打团的话 得秒谁 对吧 这个链子拉到背上 在背上这边还有个灯笼可以接 而且还有个心愿护卫 在这边的秒吗 这会扫开 这边叫闪不剪灯笼了 白手这边把shadow给免了 而且白手一键胜中西野 西野赶紧交了个闪线 赶紧溜掉 心理球出来 马克撞到两个人 后面奥给交了闪线 还是死掉 那胡锡哥来了 胡锡哥就损舞标 标到了这 白手二打 直接拉散两个 再斩一个 瞬间大爆Q 这两个人感觉也走不了啊 三杀 这边胡锡哥一来 就直接把战场给摧毁了 这个阿卡丽 太夸张了 这个阿卡丽进场 他的作用真的完全就变了 一开始还是四打五 四打五持老干天就已经开始落败了 就我刚刚还想讨论那个问题 就是老干天我到底该秒谁 好吧 尝试了一下打下杏哥哥 这个差一点伤害 差一点伤害 有可学的 小小吸了一口 你只要让他R出来了 你就几乎有点菜 就难杀他了 就只会他都没选手 下方有选手的话 赵新都可以 就无脑的就 W一直戳上来 直接开卖了 主要是这波 他是想点灯笼 其实点灯笼的时候 一直点不到 然后吃了很多伤害 最后一个闪线拉回去 还是没死 对 我交了个啊 算了 我不点那老十字灯笼了 对吧 反倒是奥克就这么 被精力球撞了一下 交了闪还是死 然后他刚想上去输出 所以射了一下 梦也没什么伤害 对 他把那个西叶的闪给射出来了 而且你看他的装备 他是出分裂弓的 对 他不是那套保命的吗 是 只能说奥克这把太反对了 好 但这把他应该是终极刮杀 但是能附加一些减速效果嘛 附加减速冰 很合理 但这波打完了之后 现在两边进去差越来越大 尤其现在这个呼吸哥 两剑半加上一个十层的黑暗封印 贵贵 大龙区视野都已经站好了 感觉W 很想找对面打架 因为现在造型有血手了 打起来的话应该是随便赢的 不仅血手 还有两个中亚在身上 现在的话 右边容错率无限高 阿卡丽 两剑半 现在加尾才一剑 好动嘛 这损我还挂到 直接交侠阵 反手这边还要看能不能进场 下路 小安克斯已经把线带到二塔了 老干家现在得去处理一下下路边线 W可以开龙 逼 确实 但W打龙的速度 我觉得应该不会特别快 是的 那就继续埋伏 还有艾西的剑 呼吸露了个头 但是老干家不知道呼吸是 后面有没有人 其他人有没有在打龙 对 现在 后面好像有一个蓝色四平眼 但是被真眼屏蔽掉了 他被屏蔽掉了 嗯 这边把视野排一排 中路线再带一带 回去时候应该可能要 真的动一动了 小龙还有20秒 嗯 要动了要动了 试一下伤害 其实速度 不快不慢吧 这个就中等速度 老干家现在主要 不太敢过来 直接做视野 打鼻子里 夹大大龙是真想开船的 好像有点慢 他还特地把那个蓝眼打掉 告诉你 诶我的打龙 你真不来吗 过来艾西就是一剑 看皇冠了 怎么说先关单 这位护卫扫开了三个人 旁边看一下 家伟选择用大招撤退 后面再看一下 这边赛拉斯杰进去迈 白手这边 一个蜥叶的大招 飞的是前面 飞得迷信啊 白手就让我感觉 蜥叶要死 但是这部shadow进的 是进的相当不错 震到一个大招 秒掉两个人 在这边胡奇哥怎么说 发出一个 一级单加油 Q战瞬间秒两人 胡奇哥 再一个Q加精神 就是一波三杀 这个阿卡丽 你显得管一管啊 这阿卡丽 一个人在后排 完全管不了他呀 直接把一个人 把后排全都给处理了 一个Q则两个人 直接死 这个胡奇哥超神了 804 哇 胡奇这波打团 真的是完美发挥啊 一个人在后面 把对面AD 看得死死的 哎 我说实话 这一波老哥 你打得已经 真的相当不错了 尤其震到那个进场 感觉W这波 其实已经有点 给机会了 相当于5打6 对面大龙也在 就是大龙也在 喷 是 因为这波爱希是 完全没有输出的 他在一边 一直围观 犯W他没有输出 然后只放了一个大 怕被孟严飞 对 他很怕孟严飞 但孟严干脆不飞 他飞missing 竟然搅了一波 然后注意胡奇哥的 一个进场 来看一个这个Q 这个时候突然 二道啊 一直挂不住 一回去一个Q 杀俩 哇 这个在14看不到了 因为现在 如果是11点14 他的1的过程 就放不了Q 就不能顺秒两个 对 这就不能顺秒两个 就不是跳600块了 你知道吗 哎 心疼我的阿卡丽 现在确实这阵容 没法接了呀 是 赛岛上波 打了3700的输出 但是你会发现 这右边 这杏哥哥 那个心愿很少 也少了很多伤害 你没有人打得死啊 就是这个赵俊 前排打不死 后排也保不住 好猛 上一把呼吸 我记得打张帅的 梦魇的时候 也很猛 但他把打团 没有这么秀 但那个UP那一把 有一个嗨卡的 那个也是个八岗领的造型 远处射的一箭 哎呦 飞出的帮给躲掉了 但是杀手没有闪 偷了个脚越的大 还有这边正 正 应该说正板的脚越的大 先拉一波 解解围 但是后面的话 想的杀 背杀 真的杀得了背杀吗 偷的脚越的大 拉了两个人 真的想的不错 而且后面看看加伟大招 进来并非的杀掉人 加伟倒地了 后面的话杀得去 一换队的奥克 再换不掉 这么感觉要零换五了 超神的 无限超神的阿卡丽 哇 九杠零杠六 四杠零杠十四 这两个兄弟 两个魔神 我只能说 呼吸这个阿卡丽 好像不太能放 十边都有点高 有点高 这打团 位置他也拉得好 对线你看 单压了点刀 但是进场时机 说实话赶紧办下一把 跟老板面指个刀赶紧办 你压不住 西野能玩吗 确实 西野能玩 西野能玩 就抢一下 看情况要不要抢一下 还是说最烦一下 对 对 主要 其实上一把UP 打这个 打WE的时候 已经帮后面的兄弟 试了试水 然后